- 集時一到,縣長、多位議員與地方士生推著媽祖神教,與各鎮頭從廟前出發。 民間鄉重要的宗教聖士、福星宮佐水媽的繞境活動,與今天上午正式展開。 繞境隊伍將在六天午夜中繞行八個村莊,期盼可以保佑民間鄉平安順遂,事事如意。 我們的福星宮,我們的天上聖母,要跟民間鄉被傳遞,來保佑民間鄉獨川,大家都可以平安順遂。 在這裡,我相信大家這麼堅信,對我們的聖母,這麼信仰,我相信我們的天上聖母,一定要保佑,各位在座的信仰,大家家庭平安幸福,順利順利,大家多賺錢。 議員陳翰立表示,福星宮佐水媽一文獻會記載,是全台第六尊的渡台媽祖,一直以來都庇佑佐水溪兩岸渡船的安全。 其中廟中又有三級古蹟,永濟一渡杯,為佐水媽的事蹟做見證。 在我們民間的福星宮,我們的羅水媽是全台第六尊的媽祖,在我們民間來講,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。 早期,我們的傳民要過往羅水溪兩岸的時候,就是羅水媽來保佑我們這裡的傳民的交通安全平安。 我們裡面根據文獻記載,在我們羅水媽的廟裡面還有一個勇氣一渡杯,就是紀念當時羅水媽保佑很多人。 議員曾正言認為,福星宮的繞境活動相當盛大,由此也可看出信仲的前程與團結。 議員也提醒信仲在繞境活動中,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 我們在八川傳長都有參加,尤其是六天五年。 這個時間,也算是無地,晚上就在學校介名。 這個地方,這個工廠也很豪大,正義也很團結。 我們福元宮的媽祖,很幸福,比喻大家的黨,都很順利,尋常事順。 在我們的勇氣當中,大家要注意我們的安全。 大家先住家,大家保障。 藉由媽祖繞境觀光文化活動,期盼讓在外打拼的民眾, 能夠從參與活動過程中,了解家鄉既有文化資產, 未來更可以促進地方的產業發展,增進觀光人潮。 民營新聞林家惠,民間採訪報導。 押忍村長都在享受過程中, 谢谢大家